《天氣報告》 早晨 歡迎收看今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兆偉 首先提醒大家 酷熱天氣警告信號是現證生效 預計今天天氣酷熱 大家要慎防中暑 一起大範圍看看衛星雲圖 今天華南以至南海北部 都沒有什麼雲 因為我們受著大陸性的氣流影響 不過在台灣以東 就有一個厚實的運團 它就是強颱風天鵝 我們預計天鵝會在未來一兩天 橫過琉球群島 而且移近日本以南以至韓國一帶 未來幾天大家如果去該區玩 都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看看本地的天氣情況 今早大部分地區的低溫 都在28度左右 今早圍港望出去都是灰蒙蒙一片 因為部分地區今天能見度是較為低 圍港今早的能見度 亦都曾經下降至3000米以下 一起仔細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計會是大致天晴 但是各部地區都會有趙雨 而部分地區能見度都會是較為低 日間天氣酷熱 最高的氣溫是上升至33度 吹微風的 我們亦都預計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 會上升至11度 一個極高的水平 大家出去玩都要做好防曬的措施 未來幾天情況如何 一起看看風場分析 預計未來幾天風都會從北邊來 我們都會受著大陸性的氣流影響 所以預計星期二星期三都會是大致天晴天氣酷熱 最高氣溫都會上升至33度左右 天氣說到這裡 再見